大家好啊 感谢粉丝爆料哈 这又有一个粉丝啊 给我爆了个料 上海有个地方叫青浦 是吧 这个赤城黄绿青蓝紫的青 浦东新区的浦 青浦啊 好像陈云的老家就是上海青浦的啊 青浦警谈警察的警啊 地谈天谈的谈啊 警谈发了一个消息说 青浦新城一座大型居住社区 随着人员居住密集度越来越高 社区老龄化 家庭纠纷等问题不断凸显 电信网络诈骗类案件也是频频发生 已然成为社区治理的一大难题 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 松润路派出所 积极主动 贴心为民 奏响了暖心 便民 平安三部曲 全力打造 丰桥市派出所啊 丰桥市的派出所 这就涉及到一个丰桥经验啊 什么叫丰桥经验呢 我们看一下啊 丰桥经验 丰桥经验 这个指的是1960年代初 浙江省宁波专区 朱济县 宁波有个地儿叫朱济 朱济呢 据说是西施啊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有西施 有王昭君 有貂蝉 有杨玉桓啊 西施的故里 当然旁边的于瑶 也跟朱济争啊 于瑶说西施是我们这儿了 这个 今天啊 是浙江省朱济市丰桥镇 原来是朱济县的丰桥区 创造的一种 什么呢 一种经验 发动群众 对阶级敌人 加强专政的经验啊 那么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1962年的1月 毛泽东 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 必须依靠群众 依靠党 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 并不是说 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 而是要改造他们 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 使他们成为新人 1962年的9月24至27日 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这就所谓的社教运动 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力推行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现在看来也是阶级斗争 前一段的中共中央开大会 那文件出现了很多次斗争斗争斗争 他们就是斗争 让你恐惧 制造人群之间的分裂 让你害怕 让你筋若寒蝉 很多事不敢做 很多话不敢说 这不他的统治不就稳固了吗 对吧 然后这个62年底至63年初 中国一些地方开展了整丰整社 这个设置的人民公社啊 社会主义教育 还有小四清工作 小四清包括清账目 清仓库 清财务 清工分 这不就是那些大队干部之类的 公社干部生产队的干部 贪污腐败占便宜吗 你改得了吗 用你们这种运动的方式 而不是从体制上改 你不断的搞运动 搞这种整肃 对吧 解决问题了吗 对吧 解决了吗 就像最近这七八年搞这个反腐 抓了多少人 不照样这些贪官前夫后继的 继续大贪特贪吗 就是民间老百姓的旅行社 招待所 培训中心 中高档的饭店 包括卖烟酒的烟酒店 是吧 这没生意了吗 也就是这个吧 对不对 包括那些做礼品的 做会议的 这基本上还都是普通人为主吧 老百姓 包括你们家有个果园子 包括我这种批发食品的 过去逢年过节给单位送货的 对吧 单位职工福利 我们都没饭吃了 对吧 说到这我都渴了 对吧 你们除了坑害老百姓 让老百姓没饭吃 影响了就业 对吧 你们还有什么本事 你们不是该贪的还贪吗 对吧 如果像你说的18大以后 什么不收手的 那如果都这么乖 那怎么又出现赖小民 什么这一大批的人 对不对 毛泽东对这些地方的做法 给予肯定 63年2月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督促各地 注意抓阶级斗争 以及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63年的3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 在全国的城市 逐步开展 无反运动 无反哪些呢 反贪污盗窃 反投机倒把 反铺张浪费 反分散主义 反官僚主义 这么无反 1963年5月 你反下边 你自己就是官僚主义 你反谁啊 对吧 你比谁不官僚 你毛泽东高高在上 生杀予夺 想要谁的命 要谁的命 想打倒谁 打倒谁 对吧 你吃的喝的住的 有多少姑娘陪着你 多少女人 对吧 你自己比谁不腐败 比谁不特权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你可以腐败 对吧 最高领导人可以腐败 然后你去管下边人 就跟现在似的 官大的 那些红二代 那个太子党 500个家族 早就漏的 对吧 这个盆满钵满 把资产 把这些钱贪污来的 那都不是他们的资产 是他们偷来的 骗来的 抢来的 把钱都转移到境外 对吧 然后你们去 把那些植物比你们低的 资历比你们浅的 把人家抓了好多 那些贪官也不服气啊 对吧 你换了我 我都不服气 凭什么呀 对吧 就因为你比我官大 你手里有枪杆子 你就管我们 你干净吗 你比谁不脏啊 对不对 63年5月 毛泽东在杭州 召集一部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和大区书记 搞了一个小型会议 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社教啊 制定了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 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 即前十条 他这个草案有十条 前十条强调了农村及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 规定了四清任务 四清运动的任务 政策方法 说四类分子 四类 哪四类呢 指的是地主 富农 反革命 坏分子 地富 反坏 后来又还有一个诱啊 这时候也有诱了 地富反坏诱 现在是地富反坏 不是此次政治运动的斗争重点 所以前十条中提出要将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 对四类分子采取改造而非捕杀的政策 看见了吗 就因为你是地主富农 然后所谓的反革命坏分子就有可能把你逮捕把你杀掉 是吧 这不就是暴政吗 这就是暴政啊 是吧 你看看今天的塔利班 是吧 当然比塔利班可能还不如塔利班 但是也差不多 那会儿文化大革命就有革命群众扭送 对吧 你得罪了街道上的人 几个老太太 几个邻居就能把你扭送 塔利班在街上不也杀人吗 对吧 妇女啊 给前政府工作过的人 说杀就杀 1963年9月 中央根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情况 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即后十条 后十条强调 以阶级斗争为纲 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必须执行的正确方针政策 丰桥经验便是1963年 社教运动开展初期 在浙江省宁波专区 朱济县丰桥区 产生的依靠群众 扩湖而非政府 就地监督改造 四类分子的经验 当时虽然中央决定对四类分子 采取一个不杀 大部分不抓的方针 但许多地方在具体的执行中 依然采用定指标 那会抓人杀人是有指标的 管你有没有问题 对吧 有问题也不能这么做呀 再说了 你凭什么说人家有问题 采取定指标 官一批 判一批 杀一批的做法 人民日报在1957年 1977年12月21号 刊登了啊 这个中共风桥区委的高举毛主席树立的 风桥经验 依靠群众加强专政一文 文中回过了63年 风桥经验的产生过程 1977年 虽然1976年抓了四人帮 这是1977年12月的报纸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结束 华国锋那一派 两个凡事派 对吧 根本就没结束 说63年我区就这个风桥区啊 有七个公社在浙江省委工作队和地委县委的领导下 第一批开展了社交运动 要求把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都补起来 得补关押啊 好吧 朋友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反正很可恨啊 这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我